国产凤梨量多价叠 苗栗县三弯香农会就协助推广行销 准备中西市食道凤梨特色料理 邀请婆婆妈妈们一块来学做菜 包括凤梨苦瓜鸡汤 凤梨奶酪、面包以及果干等 农产价值多变 也用行动力挺国产好滋味 台湾南部正值凤梨盛产季 三弯香农会也配合政府加入行销推广行列 举办食农教育凤梨推推推活动 邀请家政班妈妈带来十道凤梨特色料理 有凤梨虾球、凤梨苦瓜鸡汤 还有奶酪、果干等甜点 美味又吸精 凤梨今年盛产 我们希望除了生食凤梨以外 还可以做多元化的利用 那今天最主要是教大家 研习两种的食材怎么用 然后展示多元化十几道的料理 让大家知道 原来凤梨除了生食以外 还有其他的料理 让大家多多推广 利用凤梨来入菜 农会特别设计简单上手的方式 民众回家之后方便烹煮 也能了解到凤梨不但可鲜果食用 还能透过多元入菜 激发更多创意料理火花 凉拌凤梨啊 还有凤梨炒木耳啊 那都是我们 还有我们的苦瓜鸡汤 凤梨苦瓜鸡汤 还有这都是中式的料理 那西式的料理呢 奶酪、甜点、果冻、披萨 都有 还有面包都可以 婆婆妈妈呢 很喜欢在家里 做很多新奇的料理 他们也很有求之欲 我们也希望 因为透过他们的求之欲 然后推广我们的凤梨 手作学习 寓教娱乐 各种价值料理 更让婆妈满载而归 农会也期盼达到凤梨促销目标 民众吃的营养 辛苦栽种的农民 也能稳定收入 好